英国研究发现 睡眠不足对减肥会有很大的影响 要是睡眠不足 腰围就会变粗 甚至比高热量高糖饮食者 更容易发胖 国内营养师就解释 因为睡眠不足 胰岛素分泌就会增加 也加速了脂肪的合成 另外在每天傍晚到凌晨三点间 也是荷尔蒙瘦素的分泌时间 要是没有好好睡觉的话 也会影响代谢 现代人吃得好 肥胖文明病 一个个水桶腰 维于肚享受都受不下来 除了节食瘦身 充足睡眠 恐怕也是影响身材重要关键 英国就有调查发现 每晚睡5.9小时的人 腰围94.9公分 BMI值28.6 相较之下 要是能多睡2.5小时 腰围只有90.9公分 BMI值也明显更低 再排除年龄性别 跟吸烟习惯等变相 每多睡一小时 腰围再减0.7公分 睡眠时间不够的话 胰岛素分泌量会再增加 那当你身体的胰岛素分泌量 比较多的话 就比较容易囤积脂肪在身上 国内营养师证实这个论点 而且人体太过疲倦 当然影响新陈代谢 睡眠品质够的话 时间够的话 会分泌一种荷尔蒙 叫做瘦素 它比较让你会有饱足感 不会一直想要找东西吃 人体自然代谢最好的时候 是在晚间10点到凌晨3点之间 顺利入睡帮助荷尔蒙运作 营养师建议 每个人都该建立良好睡眠模式 跟规律作息 不只为了胖瘦 更为了身体健康 接着向后侯正伦台北采访报导